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个人会是什么人呢 九居深山的村民感觉这三个人很神秘 事实上这三个人的确不是不同人 什么人呢 领头的是这位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赵从苍教授 不过呢当时的他还不是这个身份 当时他是在西北大学历史期考古学专业 再读的硕士生 那么这几个学生为什么要跑到深山沟里边 去找这些陶片呢 是找什么宝贝啊 我告诉你 赵从苍当年去宝山 为的是要破解一个困扰了古代金石学家 长达近千年的大谜团 那就是 承阳青铜器之谜 我们知道青铜器是我国商周时期的一种独有的器物 像著名的后母屋顶啊 四阳方尊啊 联赫方胡啊 岳王沟建建 曾侯以边中等等这些青铜器是享誉世界 代表了我国早期的金属冶炼和高超的铸造水 那么承阳青铜器之谜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得从1955年说起了 那年早春的时候 位于汉中市虚水河东岸的城顾县宝山镇苏村 正在修建农天设施 修农天设施得取土啊 村民就从一座名叫小种的小丘挖土 可不料这一挖呀 竟然发出了几件青铜毛 发现以后青铜器非常珍贵 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很神奇 然而谁没有想到这些青铜毛的出土呢 仅仅只是神奇的开始 打那之后呢 在城顾县和锦林的阳县 青铜器就像是被人撒下了种子一样 开始不断地长出新的青铜器来 来看地图 1963年在城顾苏村塔种 1964年在城顾武朗庙 1973年的城顾莲华村 1975年的城顾旅村 1980年的城顾龙涛村 以及1964年阳县张族 1979年阳县范坝 1990年阳县安中 总而言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一直到进入21世纪 在城顾县和阳县这片临近虚水河的 狭长地带 竟然先后33次发现青铜器 每次出土气型数量多少不一 但总共数量达到700多件 其中最多的一次是1976年 在小种的顶部一次性发现的410多件 包括两件方磊 97件兵器 32件面具 还有280多枚青铜炮钉 700多件青铜器是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发掘一个中等规模的诸侯国国军的墓葬 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一般也就是几十件百来件 那700多件青铜器 相当于好几个这样的国军墓出土的数量 总和啊 这就不一半啊 数量之多让人惊叹啊 不过当考古学家开始关注 城阳地区的时候呢 大家却发现有一点遗憾 什么遗憾呢 那就是每一次发现青铜器 竟然都是偶然间发现的 33次 没有一次是经过科学发掘的 这两个县里边发现的那么多的青铜器 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人村民的 在田间或者说在修房的过程中间 或者是在江教的过程中间发现的 原来城谷一带盛产生姜 当地群众常常需要挖地窖来存放 比如说1976年发现的那批410件青空器 就是在挖江教的时候给挖出来的 那么这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是村民自己动手挖掘的 而发现器物的地方早就被破坏的面目全非了 考古学家来了之后 根本找不到有用的信息 它的出土的情况 它的埋藏的情况 不是经过专业人员 把它从专业的眼光观察 把它发掘出来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损失好多信息 好多信息我们都不知道 而正是因为信息缺失 结果承阳青铜器就留下了一系列巨大的谜团 那就是这么多的青铜器是什么人留下的呀 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铸造的呀 最终又为什么会被埋藏在这里呢 由于缺少资料 学者们也只能从 这是对青铜器本身研究得出的结论 但是让考古学家们更为震惊的 却是对史料的研究 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了 1955年在成固县宝山镇苏村发现的青铜锚 是成阳地区青铜器的第一次出土 可是研究人员查阅史料发现呢 这个第一次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但成固县制记载说 清朝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现过青铜器 在北魏立道园所著的水晶柱里边也有记载 虚水又东经七女种种甲水螺步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 原家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 注意啊文中的虚水就是今天虚水河 七女种则是沿河分布的七座土种 1955年出土青铜锚的小种就是其中一座 而文中的原家则是南北朝时期刘宋文帝的年号 也就是说南北朝时期这里就发现过青铜器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啊种就是坟嘛 所谓七女种会不会是说 这里曾经有过七座大型的贵族墓葬呢 如果是的话 那这些贵族又属于哪一方势力呢 当时有学者提出了这样大胆的问题 但是一时之间这些问题也得不到答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七女种到底在哪儿不知道 您看啊虚水河如今只剩下这两座相对挺密的土包 其他的土丘早就不复存在了 而这两座土包也不是水晶柱里面所记载的 高十余丈周回数米的样子 当然了有一点专家们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这些铜器当年的主人身份地位肯定不低嘛 铜器里面还有一些个重器 比方说有些个器物就像那个英雄富豪墓里边 出土的那个方雷和他几乎一样 你想这个英雄富豪墓他是商王的一个配偶 那么那么高的身份的这个他所拥有的青铜器 能在陈国阳县这些青铜器里边存在 说明陈国阳县使用他这个铜器的主人 铜器群的主人他的身份地位一定是不低的 只是这么多的青铜器到底从何而来呢 他们的主人又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就是1990年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赵从仓 一头扎进这个千古谜团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个千古谜团他能够破解吗 承阳青铜器从何而来是谁铸造了它们 当年身为青年学者他如何投身这个谜团 而破解谜团的过程中他又倒是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陕西汉中程阳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从何而来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 却让很多的考古人员陷入了迷雾 那么很多致力于夏商周考古的名家学者呢 也纷纷来到承阳实地考察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些在咱们学术界很大牌的那些个专家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之中 比方说北京大学的李伯谦先生 还有那个时候在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李学青先生 那么他们的研究有什么结果呢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李伯谦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成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的文章 文章里边他认为从青铜器的形制和文式上来看 这些青铜器具有比较明显的早期蜀文化的特点 但是根据青铜器埋藏的情况来看 这些青铜器却不是墓葬的陪葬品 而应该是属于轿藏 为什么他会这么认为呢 因为啊 这里先后出土的三十三匹青铜器 来自九个不同地点 其中虽然有七女种这样的土丘 但是更多的却是位于平潭的田野里边 有的甚至位于低洼的河滩呢 这些地方肯定是不适合墓葬的 另外 通过钻探发现 《水晶柱》里边所记载的七女种 也不是墓葬 而是古人堆柱出来的夯土台积而已 那么 承阳地区发现的这些青铜器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谁铸造了它们 又为什么要把它们埋在这些地方呢 由于可供研究的资料有限 李伯谦先生 并没有给出结论 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赵从仓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承阳青铜器之谜上 当然 当时的赵从仓那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您想啊 众多权威学者都没有解决的疑问 当时他一个还没有毕业的研究生 就能够找到答案吗 当时赵从仓也顾不上别的了 为了破解这个谜团 他只有沉下心耐着性子 从考古最基础的田野调查做起 对承阳青铜器的19个出土地点 逐个仔细排查 进行资料搜紧和整理 每天这个早晨太阳不出来就出来了 晚上很晚的时候拖着疲惫的一个身体回来 栽头就睡觉 第二天天麻麻亮又出发 交通不方便完全靠着两个腿去走路 就这样 他和两个同学一起 三个人 三把铲子 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 愣是徒步完成了对19个点的勘察 那么有什么发现呢 起初他们非常失望 因为整整一个星期 19个点的勘察一无所获 然而没有想到 当他们扩大范围再次勘探的时候 奇迹突然降临 3月19号的那一天 3月19号 那个日子为什么记得那么准确呢 因为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在很艰苦很艰苦熬过了十天之后 几乎已经快崩溃的那个时候 就是3月19号的那一天 我记得当时是在这个 叫做虚水村的地方 咱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虚水村 它位于虚水河西岸 那天他们打探眼 一直打了一个中午 实在累得不行了 于是坐下来吃点干粮 喝点水吧 补充一下体能吧 当时赵从仓也没有多想 一边吃东西 一边环顾四周啊 本来呢 这是一个无意识的举动 可是没想到 就在这无意识的环顾之中 虚水和东岸一处低缓的山丘 引起了他的注意 像右边人一看的话呢 那边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山包 非常的显眼 那是个什么地方呢 向导告诉他 那个山丘名叫宝山 而您才怎么着 一听这个名字 赵从仓当时眼睛就亮了 宝山是吧 我说宝山应该有宝梦 我突然眼前一亮 那一样的一瞬间 我觉得我可能要找的东西有希望了 赵从仓教授说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 反正一听到宝山这个名字 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像我 一听到宝山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钢铁厂来 对吧 人家就不一样 马上就想起有宝贝 所以呢 他就二话不说 带着另外两个人 直接就过河去了宝山 那么在宝山有什么发现呢 您还别说 刚到宝山脚下 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钻探 赵从仓就看到一个村民取土的大土堆 上面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很强眼 什么呀 陶片 直觉是我感觉到 那一堆土从高处掉下来之后 马上冲上去拿过去 仔细观察之后 赵从仓发现 他的感觉是对的 这块陶片 真不是普通的陶片 什么时期的呢 凭经验判断 这是早期人类留下来的 应该属于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的陶片呢 那这跟青铜器有什么关系呢 从表面上来看 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注意啊 陶片的出现说明 在宝山这个地方 至少可能存在一个史前聚落的遗址啊 而如果这个遗址延续的时间够长的话 则完全有可能延续到商朝的晚期 而前面咱们说了 在成阳地区发现的众多青铜器 从形制和文式上判断属于哪个时期啊 正是商周时期 在时间上 它们完全对得上 也就是说 只要证明史前聚落存在 也就有可能找到这些青铜器的归属 那您肯定要问了 现在只有这么一小片陶片 怎么能够证明这里真的存在一个史前聚落呢 这个呀 里边有学问 咱们外行看热闹 内行能看出门道来 听我跟您说 这个古人在窑炉当中烧至陶器 被烧过后经过自然冷却 得到的是耐久度比较低的红陶 这种工艺在中国呢 已经更是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 可是到了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的时候呢 咱们的先民们已经不用红陶了 用什么 灰陶 这是因为先民们偶然发现 如果在烧制的后期 往窑炉里边喷水 或者添加湿柴 这样的陶器做出来 会更加耐用 而这种陶器呢 也会呈现出灰色 或者灰黑色 我们称之为灰陶 明白了吧 所以赵从仓教授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 如果能够在宝山找到更多的灰陶 那么他的判断就可能成立 那么怎么找 话说当时 赵从仓他们顾不让休息 在山顶的一处荒地上 就动工了 挖开了一个一米建方的深坑 也就是专业术语上所说的碳坑 他们要看看地层深处是不是真有古人留下的痕迹 前面说到在宝山 赵从仓打下了探坑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陶片 证实这里有过人类聚落的存在 那么他们找到了吗 你还别说 赵从仓的感觉还真挺准的 他们往下挖 当他们挖到耕土层以下 这类陶片真的就大量出现了 不仅如此 因为埋在地下 没有受到后期人类活动的干扰 赵从仓他们把几片相邻的碎片拼在一起 很快就拼凑出了不少的淘气 这个高饼的 还有那个类似于痘的 这个痘盘一类的东西 还有那些个就是怀底的 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腹 这些就是赵从仓他们的收获 赵教授回忆说 当时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他们几个人兴奋的不行啊 天黑了都停不下来 连吃饭都顾不上 连夜挑灯夜站 一直挖到后半夜 最后每个人都背着 满满的一包陶片 足足五六十斤呢 这才下了山了 而当第二天 他们把这个重大消息报告给导师 导师都不大敢相信呢 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收获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你想啊 在考古这个学研究中 你要想找到一个十万的遗址 就刚好去把它找到了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几乎是天方夜谈 当然一个重大发现 一天的发掘是不可能完成的 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 赵从仓他们每天都蹲在宝山上 继续挖探沟 寻找更多的证据 而经过连续几天的发掘 赵从仓再次肯定 宝山这块台地上的确存在着一个 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人类聚落遗址 那么这是一群什么人呢 后来他们通过复原的淘气研究 认为这些器物 从文化面貌上来看 明显带有西南地区的典型特征 或者可以说明显带有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 赵从仓的这个研究成果 当时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同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面咱们说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史伯谦先生的研究认为 承阳青铜器和早期蜀文化关系密切 而宝山发现的这些陶器呢 也明显具备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 这就证明了宝山台地上的这个群落 跟承阳青铜器关系密切 有了这个结论 那当时赵从仓的内心 你可想而知 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啊 因为在他看来 承阳青铜器之谜的解开 已经看到希望了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赵从仓万万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研究却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进行 怎么呢 从1990年开始 意识到宝山遗址的重要性 西北大学不仅把宝山作为了考古研究的实习基地 甚至还安排留校任教的赵从仓 多次带领学生到这里进行发掘研究 这就包括1998年赵从仓亲自担任领队 利用暑假专门对宝山遗址进行的一次大面积发掘 可是除了再次出土一批桃片之外 研究却再也没有了任何新的进展 一直到了这个98年夏天 这个发掘偏的面积倒不小 可是这个出的这些遗迹啊还有这些遗物却不理想 也就是说和程阳青铜器有着密切关系的宝山人 曾经在宝山台地上生活的这些人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 他们又到底隶属于哪个势力依然还是一个秘密 那考古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是有的时候又并不是付出就有归报 那后来怎么办呢 1998年夏天 在宝山的发掘依然没有进展 赵从仓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决心放弃自己曾经看成圣地的这个地方 我就说一下 今天下午把这个工具一收拾 咱们明天走吧另外换个地方 因为当时还了解到阳县岸这个地方 还有可能和这个遗址相关的 这些能够做工作的地方 没办法呀 不能老在一个地方耗下去啊 但是我们说事情总是这样的 那句诗是怎么写在这 山崇水赋一乌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天决定放弃宝山的赵从仓 其实内心很纠结啊 所以当工人们开始收拾工具的时候 赵从仓恋恋不舍 就蹲在探方一角 用手铲去刮平最后一片 还没有处理的工作面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刮 刮出一个新发现 要走的时候呢 我刮了一个地层的一个方的一个角 然后再刮隐身刮过去之后呢 是一个墓葬 结果我们就往下刮 一刮这墓葬并不深 真是一个墓葬 下面有人骨架还有隧葬 墓葬 这意味着什么呀 我们知道 遗址灰坑或者地层当中出土的陶片 其实都是古人用坏了以后 损坏之后丢弃的物品 原本就不完整 所以很难修复 即便勉强修复了 对于研究来说也缺乏说服力 隧葬就不一样了 隧葬的器物那都是完整的 就算被田土压碎了 也很容易复原 它没有东一片西一片嘛 就在那 所以墓葬是我们了解古人信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那么在宝山墓葬 有什么发现呢 当时在墓葬里边发现了 包括鬼 高饼豆 小底杯在内的 众多陶器类型 这些陶器呢 价值并不是太大 但是以墓葬为中心 随后扩大的发掘 却是收获破坏 98年之后又有2000年 2002年 2004年 一共先后就进行了五次发掘 发掘的面积呢 就是五六千平方米吧 一次比一次这个发掘的这个收获重要 都发现了什么呢 教学 灰坑 蚝瑶 环毫 独特的烧烤坑 以及上百平方米的房屋机子 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和 青阳铜器群类似的 湾形青铜器 这些足以证明 宝山遗址和铜器群之间 关系密切 不仅如此 因为发掘显示 这里的文化和周围同时期的古代文化 有着明显的差异 因此呢 学书界把它单独命名为 宝山文化 秦岭之南的海中盆地 这样的遗址在此之前没有发现过 所以对商那个时候 人们是怎么样生活 人们使用的这些个日常所用的器具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有哪些种类 是什么样的这个形式 形制 都不了解 而宝山一直发现之后呢 就把这种 就把这种信息就揭示了出来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宝山人就是 成阳青铜器的使用者 可是在商代中晚期 拥有这么多青铜器的宝山人 他们会是一个怎样的族群 属于什么样的势力呢 而这些青铜器又从何而来 又为什么会被埋藏在这里呢 起初有学者认为 成阳青铜器的性质属于轿藏 也就是在面临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古人把珍贵的器物埋藏起来 希望过后可以再次取出来使用 但是从多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 前后19个铜器埋藏点 不仅存在着300年左右的时间差距 而且每一次的数量也明显不同 所以赵从仓认为 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突发事件不能够过几年出一次 过几年再出一次 而且这个兵器作为这个教堂来说 这个埋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那么这些青铜器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再仔细观察了每一个埋藏点的情况 尤其是苏村小准一次出土的 410件器物在这之后 赵从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 应该和古人的一些宗教 或者祭祀仪式有关系 包括了这个持有兵器的那些个表演 那么完了之后把它和那些容器 就是用作不同功用的那些个礼仪活动的 那些东西都埋在一起 不过对于这个推测 赵从仓教授也没有做最终的肯定 因为在金属还没有普及的商周时期 埋藏这么多的青铜器 可以说是非常奢侈的行为了 除非是宝山人掌握了铜矿资源 而且还有着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 但是在这个地方却始终没有发现 所以就此而言 成阳青铜器之谜至今 并没有完全被解开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考古学家们能够有新的研究发现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分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